亲人 亲人 三十一 红世人 泪不起 流俗重 人者兮 果人者 人多味 言不会 色不昧 能亲人 无限好 得日静 过日少 不亲人 无限害 少人静 百事坏 同样是人 善恶邪正 心智高低 却是良幼不齐 跟着潮流走的俗人多 仁慈 不爱的人少 如果有一位仁德的人出现 大家自然敬畏他 因为他说话公正 无私 没有隐瞒 又不讨好他人 所以大家才会起敬畏之心 能够亲近 有人德的人 向他学习 真是再好不过了 因为他会使我们的德行 一天比一天进步 过错 也跟着减少 如果不肯亲近 人人君子 就会有无穷的祸害 因为不肖的小人 会趁虚而入 跑来亲近我们 日积月累 我们的言行局质 都会受影响 导致整个人生的失败 所谓 尽朱者赤 尽末者黑 小朋友 我们都要亲近 有人德的人 向他们学习 使我们的德行 能一天一天地进步 过错 也跟着减少 并且有机会 成为人德高尚的人呢